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一場奇幻的音樂會在德國慕尼黑展開 在新音樂廳的建築工地現場 觀眾頭戴耳機欣賞瑞士鋼琴家阿蘭羅切 帶來的一場聽覺與視覺雙重震撼的音樂表演 鋼琴家阿蘭羅切利用工地的起重機 將鋼琴垂直竖起 忽高忽低旋轉飄蕩在空中 樂聲從垂直鋼琴流淌而出 羅切想要改變大眾既有的視覺習慣 將鋼琴垂直放置 讓大眾用不同角度來欣賞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因為有一個很尖銳的象徵 因為我們在這場演唱會 這是未來的演唱會 我認為這場演唱會是非常重要的 能夠帶出一些訊息 希望能夠再重新增添 在這場演唱會上的階段 羅切特地選在太陽升起前的 藍色時段進行演奏 他想帶給觀眾感受從黑暗到光明 藍色時段帶來活力與新生的神奇感 紫羅藍色的塵空中 陰暗的自然光線更添增了一股夢幻感 直到日出時分 音樂會以羅切停留在60公尺的高空中 宣告結束 這場演唱會 這場演唱會 我真的有感興趣 我真的有感興趣 但是我又完全感興趣 我還可以說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我這場演唱會 這場演唱會 我的臉都很驚訝 這場與眾不同的音樂會是慕尼黑跳脫框架音樂節的節目之一 為觀眾留下了一個奇幻的體驗